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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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支持我们 母母书做,我是Icy 我是Susan,大家好 今集我们探讨一下 一个失明的母母是如何煮饭 如何让她的孩子有正常家庭的生活 Susan,在买菜或煮饭的困难里面 我们看得见的都很困难 你看不见的时候,你是怎样做的呢? 你是怎样经历的呢? 雖然我眼睛是不可 但我之前说过 我不要我的小朋友 因为我们夫妇的视障 然后剝索了她应该有的一些权利 所以雖然我看不到 我依然每一天 都让我小朋友 吃到家里饭菜 我不要那碟吃饭盒的 当然我都一样去街市买菜 一样回来煮饭 煮菜煮汤 好厉害 那是不是你每天都坚持煮饭? 是的 我每天都会入厨 而且花很多时间 好厉害 那你怎样刨萊白煮汤 你怎样去买好的材料 那你街市 怎样进入街市里面 你可不可以分享多些呢? 好啊 其实一个视障的朋友 入街市我自己的方法 第一 第一 就不要选择很迷茫的时间 和别人逼迷一堆 因为如果别人想特别照顾你 那他都在忙的时候 他都有一些难度 选择时间是一个 基本要自己留意的 那去到的时候 因为如果你新入一个街市 都需要经过一个摸索的阶段 你要留意哪一堂 会押你证 不老实 我发现哪一堂押你证 我就不帮他了 然后我找到一堂 他较为老实的 我都会和他建立一个关系 说我自己的笔触给他知道 说给他知道 我能听到的 其实有很多街市的朋友 他都非常知道你有个困难 其实他非常乐意地帮你 我的经验呢 他就见到我迷你 喂 今天怎样又好新鲜 今天怎样又好美 很合适 他又会介绍给我 那我自己呢 其实不需要自己去什么 去选 他就会帮你选一些很漂亮的菜 给你了 真的很好啊 那譬如菜有困难 那些你是看不到的 是的 但是你摸下去也有不同的 我就会用触摸 譬如洗菜的时候 你摸到那里都淋了 或者那些老了就硬了 那你就撕走了 那你一个视障的朋友 你怎样分别的铁盐和糖 我就不会什么都伸一条舌 去舔一下他 那一条舌 会很辛苦的 那这个也是一个好的方法 我就将个糖银 固一条橡筋下去 除了你知道那个是糖银之鱼 原来固了橡筋的糖银 是不会惹蚁的 你知不知道 原来这个是一个普通的食物 对于一般的妈妈都很有用 那你是怎样去超级市场去买盐 或者买糖的呢 嗯 那其实 譬如我去超级市场的时候 我都要先掌握一些资料 我要知道什么成品特价 原来现在上网都知道 那要是我就会看上网的资料 知道自己 那些真的特价 我就会专买一些特价的货品 然后回来用 那如果我去到超级市场的时候 我未必知道那些货品的位置 那我都会请他们那些职员帮忙 但是你不要说去到才想 你才知道自己要买些什么 那自己很有系统 这样说给公友知道 我需要什么什么 那他就会很乐意这样 帮你收拾好你需要什么 那油都是这样的分野 油啊 豉油啊 少油啊 那些 一般来说豉油 和油的瓶会不一样 那不过呢 如果我们都有一些巧妙 当我们倒些油入锅的时候 我就不会拿着瓶这样合一声 因为控制不了 那我就会将油 用一个很漂亮的油 先倒起它 我就会用一个筋 逐筋逐筋放入锅里 我就能控制到的份量 哦 很聪明的 那你怎样知道东西是熟的呢 哦 这个很简单 如果说煎鱼呢 煎鱼不就会辣一些 煎鱼是锁下去 用筷子锁下去 不 那些鱼就会辣 如果我煎鱼 我会这样的 鱼呢 让鱼呢 放一些盐 盐 盐 它就没有异的 那我就会烧一些油 那接着呢 就放一片姜 下去 接着呢 我就拿起鱼姜了 然后呢 就放些鱼去煎 那呢 原来鱼煎到熟的时候 你会闻到一阵阵的鱼香味的 当你闻到鱼香的味 你用鱼鱼鱼在底部那里 轻轻推一推它 看看它是否有没有黏着鱼 如果还有黏着鱼 就表示 这条鱼是你熟得透的 你不要强行将它反转 反转的话呢 那条鱼就会难 那你给一点点耐性 那当然有一个很强烈的地方 我们煎鱼呢 一定要慢火 给一些耐性 那煎到这条鱼 你因为闻到鱼香 你不要这么久了 再用鱼鱼鱼 轻轻点一下鱼 动得了 你就反转它 那于是 第二边呢 同样的方法 那你就会煎出一点 很金鱼很美的鱼 真的很厉害 我都不知道煮法 我都要多多向你学习 我每天你会去你家 试试你的手 欢迎 好 这一集呢 你的时间又差不多了 那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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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